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的朝气 从头到脚浓浓的新潮复古风和现在的满脸皱纹身体发浮完全不同 我爸得意地告诉我 当时为了给我妈留下好印象 他特意去当时最火的发廊找了最出名的Tony 看着眼前吐到头皮发亮的爸爸 鼻子瞬间酸了 因为从记事起 我爸就是个光头 别说去理发店了 洗发水都没用过 洗脸的时候顺手一划 就是个拳头护理 我突然觉得伤感 父母的青春 是被我偷走的吗 坦白说 我好像没有见过年轻的他们 仿佛记忆里的第一幕 他们就已经是成熟的父母了 脑袋里装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想的事 我爸从外形上就透着一股老成持重的气息 我三岁那年为了养家 爸爸换了一个他不熟悉但赚钱的工作 这份工作后来支撑着我们家住进了楼房 但也压得我爸掉光了头发 小学三年级 我爸接我放学 同桌 把他认成了是我的爷爷 我爸尴尬地站在原地苦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一年他只有三十五岁 我妈呢 特别爱唠叨 印象中她似乎只有两种状态 不是正在说我就是在酝酿 要怎么说我 从五岁开始我就被灌输养生的重要 我没有吃过青青虾条 没有买过不拆包装就能闻到香味的糖僧肉 更没有从小浣熊干脆面里掏过一张卡片 因为我妈说这些都不健康 夏天呢 我不能穿露起装 秋风刚来就得套上厚秋裤 在我妈义正言辞的监督之下 我总比同龄人嫌得更老 所以我没有设想过 思想如此老旧的妈妈 会和小姑娘这个词有什么关系 直到我看到那张照片 我才明白 他们也曾青春过 我看着照片里的一袭长裙 妈妈开心地和我聊起从前 上学的时候她成绩很好 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女青年 日子也被装扮得田径美好 她喜欢去公园的树荫下看书 喜欢买不同花色的发带 会憧憬电影里浪漫的爱情 或因为小说中的男主而心动 夏天她会在院子里放一盆水 让她在日光的曝晒之下慢慢升温 我妈最爱用那种温热的水洗头发 她说这样大的头发会有阳光的味道 然后她就骑着自行车 在马路上一圈一圈地转着 等着微风吹干她的发烧 我爸特别自恋 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特别时尚帅气 形象气质直追张志玲 上学的时候就有女生给她塞情书 工作之后总是能收获 女孩子们崇拜的目光 聊天当中 她们好像又回到了自己还年轻的岁月 炙热 美好 眼神里透着幸福的光亮 在那些跟青春有关的故事里 我妈不是那个叙叙叨叨的老大妈 我爸也没有顶着累赘的啤酒肚 她们轻快地迈着潇洒的步伐 一路小跑地奔向期待的远方 直到她们的怀里出现了我 我想起网上的那句话 妈妈曾经也是一个花季的少女 使我们的出现中断了她们的青春 从小裙子到孕妇装 从关注时髦的衣服 到流行家具用品打折的消息 从自由自在脱家带口 从只想着如何去玩 到绞尽脑汁的养家糊口 青春和孩子 似乎无法一起上路 为了握紧我们的手 父母选择把过去留在原地 幸运的是 虽然我们陪伴不了她们的青春 但未来我们都在 那个因为要照顾年幼的你 没能和朋友出去旅行的夏天 条件允许的话 今年去帮她们弥补吧 那个因为接你放学 没能好好过结婚纪念日 是不是 你也能想着帮她们庆祝 我妈曾经对我说 老去也是生命赋予每个人的责任 她不恐惧衰老 只希望我和爸爸都在她身旁 所以有时间的话 请你多多陪在她们身边 偷了人家的 你别忘了还